再来的话我们来看202 这一题的话主要是 第二类 跟资料编修及列印能力 所以刚刚我们特别有讲一下 所谓的列印能力 因为之后有蛮多会需要用到列印 为什么要遇到列印 因为将来还是有可能会需要 把你做完的结果把它列印出来 虽然现在很多公司慢慢推五指化 可是还是有一些公司 还是要把它列印出来 不过像我的习惯 你可能就把它列印成PDF也可以 PDF档 然后也许就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给大家看就好了 因为手机跟平板上面 或电脑上也可以显示 你就不要把它列印出来 列印出来其实也不环保 但是 至少还是要懂得怎么样去把 你要列印的版面 至少把它设计的漂漂亮亮的 不然你 等于你前面都做得很辛苦 最后的话列印的部分没有做好 那等于就是 功亏一亏了 最后 都做得很好 结果不会列印 那真的就很麻烦 像刚刚我讲标记列 如果我没有特别讲 可能有些同学还真的是不会 那不会的话 那真的很麻烦 以后你到 职场上 你上班的话 你要问同事 不见得同事 愿意跟你讲 OK 所以与其这样 导步旅间 把这些东西学好 将来的话 你到职场上面 那问题就会 比较相对的少 而且 你会发现 真的你 专业技能好的人 工作起来就是轻松 因为事业很快就做完了 但有些东西你不会 说真的 你可能要做半天 还不见得做得完 那 会有几个可能 会有一个状况 老板会觉得你到底在摸鱼 还是怎么样 你怎么做这么慢 实际上你是很努力 只是说因为 你有些 有些函数不会 甚至你不会VBA 那当然你事情就没办法说 很快把它做完 OK 那就会有一些 被质疑的地方 所以我还是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在毕业以前 你在大事之后要毕业 要到职场上面工作的话 还是建议可以把 目前最重要使用机率最高 以税 还是先把它 学到熟练 这样的话 我想将来 你在就业上面 除了会比较好找工作之外 你工作起来也比较惬意 而且也不用压力那么大 像有些同学 这些人都很熟 所以做几事来都很从容 不破 慢慢做 一定要做完了 OK 还有剩下的时间跟同事聊天 还可以吃个早餐 事情还是做完 不会因为这样耽误时间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202题 快乐 是他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名册 什么名册 快乐小学的学生名册 OK 这个名册里面到底要做什么 他说 考虑到目前学童均有体重过胖的问题 OK 过胖的问题 所以想要对全校的学生进行 这个所谓的体重的检测 然后呢 他根据什么呢 这个什么中华民国营养学会所使用的公式 男生他的标准体重 标准体重应该是 身高 减掉什么 标准体重的指标 刮幅 一定要先减 再乘以 70% 就0.7 那女生的话 就他的标准 那女生刚好不一样 前面一样 后面是 乘以60% 所以基本上 所谓的标准体重 男生会稍微重一点点 因为0.7 女生的话稍微轻一点点 他是希望说你要用Excel 把这个标准体重计算出来 并且 显示应该增加体重 或者减少体重 把它显示出来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他题目有一个要求 那一样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要 把档案打开之后的话 他这边有提示 第一题 依据性别 然后再怎么呢 储存格 H7到H61计算标准体重 然后他有提示 提示就是说 一定要用RUN UP RUN的是 4舍5路 可是RUN UP的话 顾名思佑 就是无条件进位 比如说你49.1的话 这边有50 OK 只要有点几的话 就一律进位 还有一幅函数 然后 然后 将 这个结果无条件进位 取到整数位 取到整数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根据性别 打开这个档案 那首先的话 性别部分 他的性别是女生 所以应该用0.6 男生的话 应该是 用 0.7 所以怎么办 所以你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 标准体重 游标放这边 插入函数 接下来 使用所谓的逻辑 逻辑里面的话 逻辑里面的话 有一个 所谓的一幅 这个 蛮常用到 一幅按确定 如果 我们把它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性别的 这个出生格里面 等于男生的话 那我就是用 这个他的身高 减掉他的指标 然后再乘上 0.7 所以怎么办 第一个 他的性别 减掉 等于 更加 如果等于男生的话 那这边的话 你就输入男 OK 好 如果 他这个 出生格里面 这格子里面 是男生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是用 男生的标 男生标准是什么 就是身高 减掉什么 他的指标 再把它刮斧起来 刮斧起来 OK 乘上 0.7 OK 那如果女生的话 假如说Force 就是他如果不是男 那反之就女 因为性别只有两种 OK 没有第三种 所以 刚好这边 如果For的话 表示是女生 女生的话 那就是什么 一样他的身高 减掉他的指标 然后 一样刮斧 记得要先刮斧 先减完之后 再乘上60% 0.6 OK 这样的话 就是他的标准体重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 49.2 OK 但是如果你现在 把它按确定之后 向下填满 他的结果 应该会说 不知道有什么99 主要的地方 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请特别注意 在计算公式的地方 特别注意有个概念 如果将来你要向下填满的话 向下 那他的储存格 储存格 这个叫E7 什么F7 F7 G4 G3 这个就是储存格 前面是他的蓝 后面是他的列 但是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他后面这个列号会自动帮你加1 这个是规则 OK 但是问题来了 有些地方不能帮我加1 哪里不能加1 G3 如果我说向下填满变G1 那就不对了 男生就变女生 不对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那个地方不能变 你向下填满不能变动的话 请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在3的前面加个钱的符号 4当然也不能动 所以这边一样要加一个钱的符号 E7 对 这个可以变 这个一定要变 如果没有变的话 他就抓不对的资料 再来就F7 F7的话是抓他的 身高 这样的话基本上 特别注意一定要锁哪里 锁G3的3 跟G4的4 那你想说 那个G前面要不要锁 其实特别注意 如果是蓝 向下不会影响 除非你向右 向右填满的话 G 才会变H OK 才会加E 所以 如果你今天只是向下的话 只要锁住列就好了 OK 锁列号 那如果你要向右的话 才是锁蓝 所以目前的话 我们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完成了 OK 按确定 看一下 向下填满 这样应该OK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看起来 这个应该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很快 一下就做完 但是 再来的话 他有个地方 就是什么 他需要我们无条件进位 也就是49.2 应该变50 有没有 49 只要猜现在是49 因为他没有显示小数点 这边直接 有没有 49.2 这边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今天无条件进位该怎么做 很简单 请你用什么 一个函数叫run up run up怎么用 比较简单 要不就是你油标放在前面自己打 要不就是你把 这个原来的公式怎么样 把它剪下来 特别是 对啊 你如果把公式剪下来 请记得 选的时候不要选到等号 请你把它选到后面的 把它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 再插入 一个 那个run up放哪里 run up 应该 我印象中 应该放在数学 所以你就找到那个 数学 与三角函数里面 R开头的 run up Round 有了 这个run 无条件 不 四头入 这个是无条件 省去的 如果无条件 净位的话 就run up 按确定 再来的话 请你把Lumber 这个地方 把刚刚 我们剪下来的东西 贴到这边来 记得不要包含等号 然后 Lumber 就是取到小数点的地址 整数的话 那我就 输入零就好了 你会发现 他就把 49.2 取到整数的话 无条件净位 那就变成50 按确定 好 那你往下填满 有的会增加 有的不会增加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标准体重的判断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是吧 特别最好 第一个 衣服 这个可能 稍微熟练 因为这个衣服 使用到的机会 非常非常高 如果你不会这个函数的话 罗洞音 你根本不用 这根本做不出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没有 我 我 没 没